大家好,今天我選了一則神話故事 十二生肖來讀給大家聽 十二生肖 傳說有一年,一地過生日 下令讓所有動物在正月初九 這天前來祝壽 並按天後訓去選定十二種動物 作為通往天庭之路的口味 按年輪流之般 貓和老鼠是鄰居 貓很貪吃 他請老鼠去住宿 石吊使他一同前往老鼠滿可答應下來 正月初九清晨 老鼠悄悄出發了 他來到河邊 跟牛的河水使他放途 只好在河邊等待 等了很久 最早出門的牛來到了河邊 老鼠趁牛入水的瞬間 跳到了牛的耳朵裡 渡過了河 老鼠覺得躺在牛耳裡 既舒服 牛井获得第二名 稍后虎铺龙舌马羊骨鸡骨猪陆续到达十二生肖就此确定下来 正月初时暑睡了几天的猫终于醒了 让它来到天井才得知已经时来了一天 猫愤怒到了几天 从此猫与老鼠结下了不解的囚愿成为了死敌 谢谢大家 学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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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